欢迎大家收看点点新闻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德桑蒂斯和纽森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习近平12月访问越南 做准备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进一步下滑 建筑业指数略有上升 中国证实正在与美国合作恢复军事通信渠道 强生6000名数据科学家开发人工智能技术 请大家收看 德桑蒂斯和纽森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华盛顿邮报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森在11月15日的电视辩论中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就一系列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流 这两位州长都被视为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他们之间的冲突突显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堕胎 无家可归 跨性别医疗和冠状病毒大流行应对等各种有争议的议题上 日益加深的分歧 德桑蒂斯将纽森描绘成一个未能解决无家可归和犯罪等问题的自由派领导人 而纽森则指责德桑蒂斯限制个人自由并破坏民主 辩论还凸显了两位州长追求的不同卫生和教育政策 纽森扩大了性别认同护理和医疗补助的获取范围 而德桑蒂斯则限制了学校中有关性别和性取向的教学 并禁止六周后的堕胎 这场辩论发生在两位州长都在考虑不久的将来参选总统的时候 德桑蒂斯目前正在竞选共和党提名 纽森则是拜登总统的重要代理人 在其他消息中 据报道 保险巨头Cigna和Humana正在讨论一项潜在的合并 这将在医疗保健行业中创造一个与United Health Group和CVS Health相媲美的主要参与者 这项交易可能在年底前敲定 将允许Cigna将其庞大的药店福利部门与Humana在管理医疗保险优势计划方面的地位相结合 然而 由于近年来已有两次健康保险合并被阻止 这次合并可能会受到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审查 为了解决潜在的担忧 Humana已经宣布计划退出雇主团体商业市场 而据报道 Cigna正在考虑出售其现有的医疗保险优势业务 最后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要求拜登政府就中国最近呼吸道疾病的激增提供更多信息 共和党领导人要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每两周提供简报 并敦促政府对中国提供的疫情信息进行审查 上周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当局提供有关这些疾病的信息 中国随后分享了数据 表明激增是由流感和其他已知病原体引起的 而不是新型病毒 中国从疫情中复苏并不均衡 制造业和服务业进一步下滑 而建筑业指数越有上升 华尔街日报 中国从疫情中复苏并不均衡 制造业和服务业进一步下滑 而建筑业指数越有上升 在2021年的房地产崩盘和2022年的封锁之后 消费者信心 借贷和就业前景的崩溃阻碍了复苏 只要劳动力市场仍然陷入困境 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务状况缺乏信心 家庭就不会愿意买房或借贷 然而 如果没有更健康的住房部门 劳动力市场将难以复苏 因为它是就业的主要来源 很难看出 如果没有对开发商的大规模救助 经济如何能够摆脱这个陷阱 这在政治上具有挑战性 中国证实正在与美国合作 恢复军事通信渠道 南华早报 中国国防部已确认 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 以恢复军事通信渠道 此前 两国领导人在本月早些时候 达成了一项协议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两国国防部门正在沟通和协调 以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恢复军事对军事的通信 这是中国首次确认 正在与美国合作恢复 因两国关系恶化而中断的军事通信渠道 摩根大通在100亿美元股票抛售后 领导美团股票下调评级 南华早报 中国食品配送公司美团的股价 已跌至12个月低点 引发了抛售和分析师的评级下调浪潮 至少有30家券商将美团的目标价 下调了10%至49% 其中4家券商下调了 对美团股票的推荐 美团的共识目标较前一周下跌18% 至160.67港元20.72美元 为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团首席财务官表示 由于天气温暖 餐食订单减少 该公司预计其核心业务的收入增长 将在第四季度放缓 越南准备迎接可能在下个月访问河内的习近平 彭博社 越南和中国官员正在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于下个月访问越南做准备 访问计划暂定于12月14日至12月16日 最终日期将由中国决定 外交部长王毅也将于12月初访问越南 讨论此次访问 习近平上次访问越南是在2017年 如果此次访问顺利进行 将在乔·戴登总统访问越南三个月后进行 而那次访问正好与越南决定 将美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进行 阿里巴巴推出全新AI工具 帮助批发商家管理海外客户 南华早报 alibaba.com将发布一款人工智能工具 该工具将自动化面向客户的操作 并帮助商家吸引更多海外客户 alibaba.com国际批发平台上的商家 将可以使用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及服务Source产品的 AI升级版本OKKI alibaba.com声称 使用OKKI的商家的海外客户的响应率提高了32% 在PDD Holdings于2020年9月推出的折扣购物平台 TML的竞争日益激烈之际 新的支持人工智能的Source产品的发布 欧盟着眼于南方共同市场协议 已结束跌宕起伏的一年 彭博社 欧盟EU的贸易谈判 代表希望在今年年底前 与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贸易集团达成协议 该协议已经酝酿了20多年 将创建一个拥有7.8亿消费者的综合市场 使其成为欧盟历史上最大的协议 它将为欧洲出口商节省约40亿欧元的进口关税 并为绿色和数字技术的关键材料供应商提供准入 对于南美来说 该协议将扩大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 并使农业部门受益 面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 它还将加强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 巴黎这个鞋匠最终能在时尚界留下印记吗 金融时报 瑞士奢侈品牌巴黎 Belly正在努力缩小 其奢侈及价格和其吸引力之间的差距 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 吉罗托·尼克拉斯承认 尽管巴黎是一家以质量产品闻名的 受人尊敬的品牌 但仍然存在需要解决的吸引力不足 该品牌在2022年米兰时装周上引起了轰动 举办了一场男女装联合秀 广受好评 由希蒙娜·贝洛蒂·西蒙·戴罗蒂设计的系列 被描述为瑞士实用主义时尚 展示了经过重新构想的经典巴黎设计 贝洛蒂曾是前创意总监鲁吉 维拉塞诺尔·罗蒂·维拉塞诺尔的得力助手 并在维拉塞诺尔离开公司后 接任了这一职位 吉罗托认为 巴黎作为一家较小的品牌 可以成为优势 因为消费者正在寻找新奇之处 并且该行业中有成功的独立品牌 它专注于开发标志性产品 特别是拟失手带和鞋类 并扩展到中东、印度和日本等市场较少的市场 塔塔科技在印度交易首次亮相时 市值增加数十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 塔塔科技公司是近20年来 第一家上市的塔塔公司 其股价在首次交易期间价值翻了一番多 这家为汽车制造商和重型机械制造商 提供工程和其他服务的印度公司 在其超额认购的首次公开募股中 筹集了365.1米美元 该公司由美国私募股权公司PPG支持 是塔塔汽车Totter Motors的子公司 塔塔汽车公司也出售了此次发行的股份 印度股市今年表现强劲 基准Sensex指数上涨10% 颖先于除台湾和韩国以外的亚洲所有主要市场 首席财务官预计外汇波动将持续带来痛苦 华尔街日报 美国财务主管对最近美元走强所带来的外汇汇率影响表示担忧 Tampersili公司的指导方针发生了逆转 现在预计第四季度外汇将使其每股收益减少4美分 而之前的预期则不同 其他公司正在审查其套期保值政策 以限制货币波动的影响 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凸显经济复苏乏力 日经亚洲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中国11月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萎缩 PMI从10月份的49.5降至49.4 表明该行业出现收缩 服务业指数也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跌破50 凸显了经济的广泛疲软 国内和外部需求疲软被认为是收缩的主要因素 暗淡的需求图景给该国的经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因为自4月以来 9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仅超过50 中国表示 加拿大在两名迈克尔被监禁仪式上歪曲事实 南华早报 中国指责加拿大在关于两名公民被监禁的问题上歪曲事实 最近有报道称 其中一名男子表示 他因无意中传递有关朝鲜情报而被捕 迈克尔 斯帕弗是一名与朝鲜有业务往来的商人 前外交官迈克尔 科夫里格在2018年底被拘留 此前 加拿大逮捕了华为技术公司高管孟晚舟 后者是在美国的逮捕令下被捕的 迈克尔 斯帕弗声称他被沃泰华利用来在中国进行情报收集 科夫里格和斯帕弗于2021年9月获释 此前孟晚舟与美国当局达成了一项认罪协议 获准离开加拿大 面向美国购物者的应用程序Tmue如何帮助拼多多在市值上 胆上阿里巴巴 南华早报 中国拥有的购物应用程序Tmue以低廉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产品 未待应用程序的母公司拼多多控股TDD Holdings的收入增长了94% Tmue的受欢迎程度也导致拼多多控股的股价反弹 其市值一度高于阿里巴巴集团控股 中国股市的外资卖出记录连续第四个月延续 南华早报 由于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担忧 外国投资者在11月连续第四个月抛售中国内地股票 延续了创纪录的资金外流 通过与香港的交易所连接计划 海外交易商在中国内地交易所抛售了17.8亿元人民币和2.5亿美元的人民币股票 此前三个月竟卖出了1270亿元人民币 这四个月的资金外流是自2016年12月深交所加入跨境投资计划以来的最长连续外流期 随着中国呼吸系统疾病的增加 香港紧张地看着 彭博社 香港卫生当局正在监测中国呼吸道疾病的增加 特别是在儿童中并敦促学校和公众采取预防措施 常见的呼吸道病人体 如肺炎之人体 呼吸道荷包病毒 腺病毒和流感 在与香港接壤的广东省引起更多疾病 中国一些儿科病房接收的患者数量是以前的2到3倍 香港报告了学校爆发的上呼吸道感染 并敦促有呼吸道症状的人戴上口罩并寻求医疗建议 亨利基辛格去世 享年100岁 世界对分裂外交官逝世的反应 半岛电视台 美国前国务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亨利 基辛格去世 享年100岁 基辛格出生于德国 小时候逃离纳粹 在冷战期间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最出名的是他在1970年代 中国对美国的外交开放 以及与苏联谈判均被控制协议的努力 然而 由于他参与了越南战争 他支持拉丁美洲残酷的反攻政权 以及他在轰炸柬埔寨中的作用 他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基辛格的死 引起了全世界的两极分化反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称赞他对中美关系的贡献 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则称他为明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 然而 许多批评者谴责基辛格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特别是他对独裁者的支持 以及他参与有争议的军事行动 中国和土库曼斯坦承诺 加强在能源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南华早报 中国和土库曼斯坦承诺扩大战略合作 包括在能源和安全领域 中国将中亚视为其能源安全和西部边境社会稳定的关键 这也是在中国面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和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联盟的地人政治压力之际 今年5月 习近平主席在西安举办了首次中亚峰会 邀请了5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 香港保险公司对渴望高收益的中国大陆游客的销售飙升 南华早报 2021年前9个月 香港对大陆游客的人寿保险销售额增长了46倍 因为他们寻求更高的回报率和对人民币贬值的对冲 1月至9月间 对大陆游客的保单销售额达到了468亿港元60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10亿港元 占香港该17总销售额的32% 销售额还超过了2019年同期大陆游客购买的 价值360亿港元的人寿和医疗保单 当时他们占总销售额的25.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热门新闻 首先 我们报道了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的辩论 他们就一系列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这场辩论凸显了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一系列有争议议题上的分歧 包括堕胎 无家可归和新冠疫情等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在其他新闻中 保险巨头SIGNA和Humana正在讨论一项合并 这可能会在医疗保健行业中 创造一个与United Health Group和CVS Health相媲美的主要参与者 然而 这次合并可能会受到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审查 你们认为这次合并会对医疗保健行业产生什么影响呢 另外 共和党人要求拜登政府提供关于中国呼吸道疾病的更多信息 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近期疾病激增的关注 你们对中国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的表现有什么看法呢 接下来我们报道了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情况 制造业和服务业下滑 消费者信心和就业前景下滑 这给中国经济的复苏带来了困难 你们对中国经济前景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还报道了中国与美国合作恢复军事通信渠道的消息 这是中美两国关系恶化后的一项重要举措 你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呢 最后我们报道了一些关于企业和市场的新闻 包括巴黎 塔塔科技 强生和阿里巴巴等公司的动态 你们对这些企业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